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今年在拍歌單的時候就覺得很空虛 很空虛的明天我今年只發了一首歌 其實今年就是這段期間一直在準備 就是明年要發行的作品 然後明年會無論如何都會發行一張專輯 那這個過程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波折 但是又很有趣 因為其實我可能有些人早期認識我 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在我2012年就出道 就唱了第一首歌 然後那個時候是演唱 女朋友男朋友這部電影的插曲 就越來越危險 那個時候我才大三大二 然後到現在已經經過了 八年 對八年 然後自己真正第一張專輯發行到現在已經過了六年 所以等於說六年之後 我要用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去做一個新的專輯 這是一件具有非常挑戰性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新的人 但是你就又必須要記得自己過去的作品 對自己的影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各大音樂平台聽我第一張專輯的作品 應該會跟我今天的演出呈現非常的不一樣 對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作品就會順著生活的足跡去發展出很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也不一定不一樣 對 對 然後 無論如何都希望大家會喜歡每一種不同為你的生活帶來各種色彩的音樂 我覺得可以在這樣的音樂節聽各種各種不同的音樂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好 所以如果平常沒有聽王蔚主的話 可以回去聽一下 好 聽起來這首歌也是一首英文歌 叫做Skars 好 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 謝謝 1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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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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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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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